全世界反正所有城市的水架 大概你可以看一看都比我们会 这个大概已经common sense 而且它也有一个所谓高丁 这我们一直在谈的 就跟所得税一样 我们一直认为说水架应该用所得税的方式 跟电费的方式 电费也是如此 你用越多 单价越高 可是好像大家对水的那感觉 不像对电的那感觉 可是你还有一个行动电源 水 你没有水就是没有水 那这个逻辑如果大家愿意多交点水费 然后把这个系统建置起来 我觉得是划得来 但在建置这系统的时候 不要排除地下水的使用 不要排除水负的新建 不要排除这个水权的交易 回到专业来讲 让这些专业的人去 不要让他绑左绑脚 让他去做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人的电费 我还是知道 你还能让他做 这些东西在中文化 是什么东西 我们去做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是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就会做